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1971年的经典惊悚片《稻草狗》 老实木论的数学家大卫为了尽心研究 办理了喧嚣的城市 来到生养妻子的乡村生活 历天,大卫和妻子艾米在收拾最后的物品时 遇到了艾米的老同学查理 艾米考虑到家里那两个智慧模样工的木匠 便提供用查理为他们工作 大卫也感到现有的木匠做工懈怠 结一口答应下来 其实查理和艾米之间曾有过一段恋情 但时过境迁,两间的感情早已不复存在 这里的人普遍不开花 长期生存于法治社会中的文明人大卫 在满艳时,第一次见识到了随心所欲的野蛮人 查理的社数最久闹事,在酒吧大打出手 要不是有法律约束,恐怕免不了血光之灾 大卫是个名副其实的书呆子 雅耳不闻窗案时,每天沉醉于学术研究 对周围的是不管不问 而艾米是个闲不住的小野猫 她调皮任性,形式胆大 常以真空状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让村里的男人们无不暗中窥视 个性格格不入的二人总会产生矛盾 以此,艾米不慎走光 引来了工人们肆无忌惮的目光 艾米为此感到恼怒 责怪懦弱的大卫不肯帮他出头教训那些人 和善的大卫不愿无端生事 况且他觉得这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艾米却赌气了脱下一物 站在窗前一泻春光 让查理等人大包艳福 这也为之后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后来,大卫依然沉迷于学术 百无聊赖的艾米只能和猫作伴 某天,大卫外出时遭到了工人们的嘲笑和恶搞 大卫很生气,但没有发火 却不想,他的忍让却滋生了工人的嚣张气焰 这天,艾米的猫突然不见了 不久,大卫在衣柜里发现了已经被吊死了猫尸体 艾米猜测是那几个工人潜入卧室干的 而大卫觉得可能是路人的恶作剧 艾米很不满意大卫敷衍的态度 逼迫他这次一定要讨个公道 可大卫仍旧不想借端生事 看着丈夫如此懦弱 艾米除了生气也毫无办法 艾米鄙夷的态度刺激到了大卫 他接着让众人帮忙的幌子 准备趁机套出凶手 就在大卫犹豫着要怎么打开话题的时候 查理却突然邀请大卫参加明天的打猎活动 不知怎的,大卫竟然答应了 艾米顿时气不大意出来 恼怒地率门而去 第二天,大卫就跟几人去了野外 工人让大卫在一处荒野等待 他们会将李武从各处赶来 到时,大卫用手伤的袋子捕捉即可 不到万不得已,大可不用开枪 可怜的大卫没有什么打猎经验 就这么被人骗了 众人四散而走后 查理来到了大卫家里 艾米没有怀疑查理的突然到来 甚至还留下他喝酒聊天 谈论他的猫是谁杀的 然而,查理来此 就是要征服艾米这只性感小野猫 艾米的强烈反抗 遭到查理殴打 半推半救之下 然旧情复燃水到渠成 艾米也留着泪安慰查理别紧张 此时,查理的一名人渣同伙 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 查理刚温存完毙 同伙就向枪口对准了他 毒乐乐不如重乐乐 查理在生命的威胁下 直接帮忙按住艾米 屈从了人渣的要求 这时候艾米才是痛苦的 而大卫居然在荒野 一直等到了黄昏 好脾气的他对人们都很信任 不过,此刻他也意识到 自己这是被人愚弄了 大卫来时乘坐工人的车 现在只能徒步回家 尽管他已经怒火中烧 但表面上没有明显的不快 回到家 艾米已经调整好情绪 强行镇定下来 他没有将白天的事告诉大卫 大卫也没有从他暗示的话语中 意识到问题 或许 艾米早已对胆小懦弱的丈夫 失望透顶 不认为他能帮自己 讨回公道和尊严 隔日一早 大卫就像工人全部辞退 晚上 人们受邀来到教堂参加宴会 艾米看着侵犯自己的人渣 也冠冕躺瘫痪地在人群中出现 感到极大的不爽 痛苦的画面不断在眼前浮现 一时间 艾米受不了了 当场崩溃 大卫看出妻子不舒服 当即退出宴会 带他回家去了 查理叔叔的小女儿非常叛逆 尤其在最近 女孩对新来的大卫很有兴趣 可是 大卫却对他视而不见 女孩被无视后 转身投入了一个低能儿的怀抱 查理叔叔平日里 就很抵抗小女儿接近低能儿 但他现在却被小儿子告知 低能儿在宴会上拐走了女儿 一向以暴力服人的查理叔叔 顿时暴跳入雷 立刻让儿子 侄子 小弟 连夜寻人 此时 女孩已经拉着低能儿 来到一处偏僻的废弃仓库 甚至主动诱惑低能儿 做点亲密的事情 正在这时 查理叔叔派出的人 在外面叫喊着两人的名字 低能儿总是因为和女孩接触 遭到暴打 他害怕受到伤害 急忙捂住女孩的嘴 不让他发出动静 去不了 没把握好分寸 失手杀了女孩 低能儿深知查理叔叔的残暴手段 吓得一头钻进雾气蒙蒙的黑夜中 慌忙逃窜 奔跑途中 正好撞在了大卫车上 善良的大卫将低能儿带回家 立即联系医生治疗 但不巧 医生没在家 大卫试着将电话拨到酒吧 间接将消息 带给了在此等待的查理叔叔 于是 查理叔叔带着查理和另外三人 盯着猎枪来到大卫家捉拿低能儿 这次人都给大卫干过活 他们清除大卫的软弱 准备直接进去带走低能儿 但大卫觉得 自己撞伤的人必须负起责任 他上前制止其人 却被查理推丧着 指手画脚威胁了一番 面对查理等人的咄咄逼人 大卫义正言辞地说 这是我家 而艾米已经报了警 查理不敢再无力取闹 但查理叔叔是个暴脾气 他没有如愿捉住低能儿 气得拼命砸门 艾米担心对方冲进来施暴 吓得赶紧让大卫尽快阻止 可大卫也没胆开门相劝 说好安慰妻子说 门很结实 对方意识奈何不得 等警察到来 事情自然会迎刃而解 外面的人没了办法 边用石头砸玻璃 边咒骂着 低能儿下的躲到卫生间 而艾米深知查理一行人的劣迹 他劝说大卫 交出低能儿保自身平安 但是 饱受欺辱的大卫已经忍无可忍 加是他的底线 是他的尊严 他誓死也要守卫这里不被侵犯 而低能儿只是引爆大卫的导火索 不久后 警察终于赶到 但在交涉中 查理叔叔不小心走火 误杀了警察 一向崇尚法律的大卫 最后的希望扑灭 五个怒火冲进了暴徒 也即将攻入他的家园 现在 家里的电话线被切断 大卫求救委员 只能背水一战 暴徒们已经犯下重罪 再也不顾法律约束 拼尽全力 也要冲进大卫家 捉拿低能儿 情况危急 艾米再次劝说大卫 交出低能儿 但大卫有自己的原则 他对自私冷漠了妻子 感到失望 对无法无天的暴徒 感到愤怒 大卫毕竟是个 高智商的数学家 平时的木论银日 只是想潜心研究 不想惹是生非 可拢有逆临 处之即死 大卫关掉房间里的 所有灯光 让外面失去了目标 然后打开煤气炉 热了两锅油 用铜丝缠住了 窗户的开关把手 在他的脑海里 已经有了单挑 五个暴徒的计划 不过 艾米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查理喜欢艾米 小声在窗边 劝他打开门 并保证 不会让暴徒伤害他 万万没想到 艾米竟然直接答应下来 幸好大卫在大门 刚开一道缝时 及时跑来 制止了艾米 但这时 查理叔叔的枪管 已经伸了进来 只凭查理的片面之词 怕是劝不住暴怒的叔叔 大卫锁住门后 艾米嚷嚷着要出去 妻子的决定 让大卫心灰意冷 终于一巴掌抽了上去 怒斥妻子 单敢开门 就拧断他的脖子 接着又劝被艾米 放心 能狠结实 没那么容易打坏 现在 外面的那群暴徒 已经失了心智 要是放起来 谁也活不了 如今早已没人退路 只能破釜沉冲 与对方决一死战 艾米挨了一巴掌后 变得老实听话 他听完大卫的分析 可算认清了当前局势 这时 屋外的暴徒 已经砸毁了窗户上的阻碍 大卫蹲在床下 当对方伸手进来的时候 立刻用铜丝缠住了对方 将刀尖顶了上去 男子害怕大卫下杀手 赶忙夹带 他妻子的事全是查理干的 但大卫顾不上思考 转身就去解决下一个入侵者 查理三人点燃窗帘照明 准备用枪击杀目标 大卫端起滚烫的两锅油绕到窗侧 趁机全扑了出去 一时间 三人捂着脸惨叫不止 大卫和艾米刚灭完火 另一个窗户又被破开 两人急忙躲进卧室 死死锁住了门 大卫让艾米上楼躲避 他将音乐放到最大声 再次持起武器藏在窗侧 当对方举枪翻窗而入时 大卫一棍子敲在枪管上 暴徒下一时开枪 正好打烂了自己的脚 紧接着 大卫用手中的铁棍 放到了随后闯入的暴徒 然后又干掉了另一个偷袭的人 此时 查理端着枪从后进入 与大卫对峙起来 与此同时 那名侵犯过艾米的人渣 惊虫上岛 居然还想着对艾米行不轨之事 但是艾米口中 却暗着查理的名字 大卫瞪了查理一眼 赶紧往楼上跑去 人渣停下动作 命令查理将大卫带走 等会他们轮着来 可是查理喜欢艾米 要不是这个人渣出现 他可能已经得到了艾米的心 查理越想越起 怒火中烧 当即给了人渣一枪 大卫抓住机会 扑上去与查理撕打起来 两人抡起拳斗 拼命地想要置对方于死地 大卫滚到家中 收藏了巨大捕售价钱 举起来就往查理的头上招呼 查理挣扎了片刻 就被凶狠的夹子咬断了脖子 就在大卫以为解除危机时 最后一个暴徒突然冲出 将大卫走到毫无还手之力 大卫叫喊着让艾米去拿枪 然后轮起扯断的栏杆 狠狠往暴徒头上敲去 不过他毕竟是个文弱书生 要想打败长期劳作的强壮汉子 还得靠艾米手中的内赶枪 艾米颤颤巍巍的举起枪 扣动半级 干得了最后一个入侵的暴徒 大卫爬起来盯着艾米看了一会儿 最后选择和低嫩儿一道出走 只留给艾米一地的尸体 低嫩儿说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大卫回答道 没关系 我也找不到 人性本恶 当法治被暴力践踏 尽管不情愿 但大卫还是选择了最高效的方式 以暴制暴 兔子急来还咬人呢 别说是一个有底线和原则的人了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